今天的话接下来我们接来看 上个礼拜主要最后讲到 全省邮局资料的合并方法 方法当然好几种 要不就是你就是半自动的 就是有部分你清单 你用什么的DIR的方式产生 或者是全自动 其实全自动的话 你需要 import一个OS 里面它有一个叫work的方法 那个work方法就跟DIR蛮像 它会自己帮你给它一个目录 它会自动帮你把那个目录里面的 所有档案一个一个的 把党名跟副党名给抓出来 OK不过那个可能要再多写一行 那我们大概上个礼拜主要讲到 有关那个方法一的部分 那请各位也许先把那个 上个礼拜那个方法一的部分 稍微再回顾一下 那主要就是第一个 我们需要下载这个全省邮局的这个资料 那我们是放在download里面 当然我把它DIR 不过因为电脑现在就还原了 所以请各位一样 再到那个 我们的云端上面去下载这个全省邮局 我是把它放在范例档里面 所以如果你要找的话 你就到范例档里面 把这个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再做后续练习 那其他当然还有其他的那个题目 有以后也会把它放在这边 那我把它直接按右键 把它解压说致辞 那解出来之后它有个目录 我们就直接点开来 那一般我的习惯就是 就是如果你要执行那个就是 comment的那个命令提示资源 就是像dose一样的话 以前可能就是window键 window键加r 然后打一个cmdenter ok 不过这字好像太大 我把它稍微缩小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 当然我们如果直接从这边打开的话 它预设的目录 并不是在我们指定的那个 全省邮局这个目录以下 所以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我习惯是直接怎么在这边打一个cmd 那它的好处就是会自动帮我把 这个目录的名称直接就带到前面了 那也就是我不需要再去什么cd 或者是转换那个我们的 这个磁碟机的位置 ok 然后就可以做后续动作 那这边的话当然可以做蛮多事 其实dose里面就有很多的指令可以用 那当然 我们上个礼拜是用dir 我讲过这边的话用dir 然后记得后面的话你这个斜线问号 其实它就会出现说 dir这个指令它有哪一些模式可以用 那里面的话其中找一下 有一个是这个b的话呢 是那个就是可以是里面的一个那个 这个大小把它调一下 请各位稍微把这个上个礼拜的部分 稍微再开启 待会我们再来看这个部分 我们就是把这个路径给他 然后并且后面加上把那个里面的 置串抓过来 那个置串的话比如说抓三重 然后面多一个反斜线N 所以我们如果要把这个反斜线N拿掉的话 记得在后面加一个就是一个方法叫strip strip的话你就是再加上什么 加上那个反斜线N 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帮我把他的那个 后面那个把它拿掉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如果他那个反斜线N如果不在右边也不在左边 不在两侧的话那你可能要记得用另外一个叫repress 另外如果说他在中间的话那你可能用repress repress的话呢就是哪一个东西你要取代成什么 这样也OK 如果像这边如果写成这样也OK 就是repress就是你要把什么东西变成什么 这个是反斜线N吗 变成没有 这样也OK 这种写法的话就是说如果他那个东西是在中间 他不是在左边也不是在右边 strip只能够左边跟右边 所以其实strip还有衍生就是他有个left的strip跟right的strip 如果你只是单边的话 repress是字串如果在中 刚好如果这个反斜线N它是放在中间的某个地方 那你也可以用那些人用repress你不用strip 那不过讲起来哪一个比较简单 那看起来好像strip会比较简单 你光拼的字数就比较少一些 所以这边的话我还是用strip strip OK 反斜线N应该可以理解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把它open起来 然后并且全部读到一个变数里面 我前面加一个c 这个c的话就是把三重里面的东西全部打开来 比如说我在这边把三重里面的东西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做什么 把它全部读取 全部读取有点像全选把它复制了 复制之后的话放到哪里呢 放到c里面了 这个时候我要把它写出去 OK 因为我要合并 那合并 特别主要合并就两行就可以了 一样open 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读跟写一定要open 有没有 一定要open 开档一定要open 写档一定要open 那有什么差别呢 前面我们名称也许我把它改一下 物件名称叫fw 区隔一下 f就开档 fw就是写档 然后写到哪里呢 一样写到这个目录底下的o.tst 但是关键的地方记得 这边的话请你用a模式 你不能用w模式 w模式的话呢 变成你写 写最后变成最后那一个而已 因为它是覆盖模式 如果你要是 就是所谓的append模式 就是把它加到底下 或者叫insert模式 insert到下面 insert一直放到下面的话 那我们就是用a 那底下的话呢 就是再把这个东西串到后面 并且帮他加一个换航 因为他这个最后面 这个三重的最后面这一个 实际上他这边没有换航 除非你要在这边加一个换航 他才会换航 所以会少一个换航 那东西会串到后面去 所以最后的话呢 再加一个换航 那最后这样全部跑完 一个一个一个就合并 就出去了 所以档案合并 在python里面还蛮简单的 不外乎就是开档 这个可以把它注解掉 不外乎就是把那个里面的 档案一个一个开 这个是独档 这个是邪档 所以这个是处理路径 路径开档 邪档 然后开档 邪档 开档全部合并完成了 好 实行给各位看一下 实行按OK 那你可以看到合并完成了 那并且在根目的底下 有没有all 有 有这个all.tst 那里面的话就是我们最后的结果 他会把三重一直合并 合并到最后一个风源 把它全部合并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单一个档案了 OK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请各位试一下 来画面先换给各位 当然这边 如果你还要想到更简单的写法的话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我觉得这个当然我讲过 没有标准答案 只是说你个人的习惯是 写得越精简越好 程式尽量不要有多余的东西 只要有多余的东西就把它拿掉 OK 然后再来的话逻辑越简单越好 所以最好是你能够 把程式基本上都 可以很直觉的写出来 以后的话根本不需要特别背它 如果我刚刚程式你看过一眼 就可以打出来 那表示你真的学会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用那个合并的方式 把这个三重到风源的25个档案 全部就合并成一个档案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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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